那分的方式的话 因为我们目前还是在单个工作表 其实后面我比较进阶的课程的话 甚至是多工作表 甚至是多工作簿啦 工作簿就是你可以 把很多的范围的资料 分开在很多个工作簿里面 然后自动再把它变成工作簿 工作簿是Excel的档案嘛 那你可以分的数据 你也可以把它合回来嘛 看你要怎么合分合 然后最后你要 整合出什么资料 最后给枢纽分析 或者现在比较流行像Power BI 其实也是一样 你前提是你要先产生资料 你才有办法喂给它 不然它不能够你说 你任何一个乱七八糟的资料丢给它 它根本不会理你 所以枢纽分析跟Power BI 前面其实有个前提的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我要学这个图形化的工具 大数据分析是没错 可是问题有个前提 你前面要先把资料准备好吧 OK比如说我今天 不是要一个纵向资料 我要横向资料 才有办法丢给那个枢纽分析啊 那你没有弄出来 你自然就没有办法产生你要的结果嘛 OK到底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 主要是什么 你要能够快速分析结果的话 一定要把你要的资料先产生出来 所以第一个 我们刚刚是利用 那个325的人事分栏 这一个范例题 里面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先用Current跟Row这两个变成1到32的表格 做法基本上 特别最高 为什么要产生这个呢 主要是因为我需要的这个在第一列 这个在第二列 一直到32列 那我只要知道这个列的讯息 把它搬到这边 它就按照它原来的列 帮我一个一个的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分别就把资料搬过来 一直到32 一个一个的帮我搬过来 也就是说本来资料是在同一栏 我把它变成4栏 大概就这样子 那里面的话会用到Current跟Row这两个函数 那Current指的是你目前所在的栏 所以我必须 因为现在第四嘛 把它减掉3 我把它归零 另外列指的实际上就是 我如果向下填满的时候 只要向下一列呢 我就加4的倍数 4的一倍 两倍三倍 这个概念如果有以后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我其实都很多地方都这样用 那做完之后的话 第一步 产生1到32表格 把这个公式减下 第二个的话呢 再到哪里呢 再到这个储存格里面插入 我要的第二个index函数 index第一个 它会问你说你的范围在哪里 那我就信息这边 Ctrl-Ship向下 B2到B33 第二个 我要抓这个范围里面哪一列 实际上呢 就刚刚的那个公式 那公式呢 你只把它贴上 刚刚好像 再一次 这你可以把它剪下 然后呢 index 把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边范围给它 这一个 Ctrl-Ship向下 然后呢 把刚刚的公式 把它贴上 那蓝的话 因为只有一蓝 所以出入1就可以了 另外上面array的话 因为等一下会向右向下 所以请你把它按F4 选取按F4之后 蓝跟列都要锁 因为要固定啦 再不然你就是把这个范围 变一个名称 上礼拜来讲 OK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向右 向下 那你会发现 整个全部的资料呢 它就会瞬间 帮我把它全部都搬过来 那我可以选这四蓝 快点其中一个 一条线 它会 其实道理就是跟那个格式里面的 自动调的蓝宽一样 不过我发现这样选 点两下比较快 好 那可是问题 第一 第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把资料带过来了 纵向 纵向一蓝变 横向的四蓝 一蓝变四蓝 好 但是第二个问题是 我要如何可以快速的把 这个地方的前面栏位名称 加冒号 帮我把它清掉 清掉 当然以前 如果你在word里面 不知道各位没有用 word里面其实可以 按lt键 它其实可以选 你要的部分资料 然后把你 不要的部分可以删掉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lt 比如说我今天呢 假如说我要前面的资料 那我可以用什么呢 用那个 我们那个 word里面的资料 然后可以帮我怎么样 可以快速的帮我把它 word在这 这个 今天word也是一招 反正招很多 我如果只要把这个砍掉的话 切什么 资料剖西 这样也可以 不过剖西 一个一个剖 或者如果你用word 你假设你今天怎么样 把这个我们的原来的资料 ctrl c 你可以怎么样 ctrl v 选择性 只有蓝 只有那个什么 只有这个 值而已 只有那个 就是不要表格 那比如说我要选 的是这个地方的日期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 alt键按住 纵向旋 有没有 如果你要纵向旋 有没有 可以啊 alt键按住 可以纵向旋 这一招应该 没用过吗 还蛮好用的 以前有些东西 如果实在 esail里面搞不定 干脆这样贴上去 来改的时候反而更快 比如说我要B开 对不对 那我只选这一块 ctrl c之后 有没有 那我再怎么样 把这一块 直接ctrl v贴上 有没有 它就ok了 过的 这也是一招啦 不过我们今天 不是要教你这个啦 这个只是因为 我刚刚想到啦 因为有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一些怪招嘛 当然 最好是 你要用那个函数 假设啦 那函数的话 我们想到的是 一般是可以用find函数 find它的位置 然后呢 它 一二三四 第五个字 然后呢 我要从第六个字开始切 切 可是问题啦 我要切几个字 它再算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是这样啦 一 先把它剪下来 一样 就是index 里面剪 第二个的话呢 我就再利用文字函数里面的什么呢 midmid函数 其实有几个可以做到 像replace函数也可以 replace意思是我要取代 那取代意思是说 我要删掉几个字的意思啦 这边的意思 但我觉得replace好像没有me的函数简单 因为我们前面都用me的函数 那me的函数要什么做会最简单呢 按确定 第一个呢 它的test就是我们刚刚的资料 这个是我要切的资料 第二个的话呢 用什么方式告诉他 要从第几个字开始切最简单 刚用find 可是我觉得find没有用len来得快 len 钱瓜糊 因为我要从第几个字 123456 len 那我要告诉他说 d1里面的这个里面有几个字 有四个字 对因为我的栏位名称跟上面的栏名称其实是一样的长度 只是差一个那个什么 冒号 那冒号之后 我要冒号后面那个字 所以必须加上2 六个 从入职时间嘛 12314 冒号 5 从第六个字开始 那我要几个字 后面的 那当然你不需要说还要在什么 其实你随便 教各位一个方法 你刚才输入一个99 对就是 其实这为什么要可以提一个99 意思是说我后面全要了 对我后面全要 可是我不管有多少个 就有点像那个打牌说哈嘛 我不管里面有多少 反正我就说了 里面有几个 我就拿一个最大的 好 但你要990也可以啦 有些书是写990 可是我觉得不需要啦 最多大概就那几个字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呢 我就做出结果来了 OK 但是呢会有个问题 我待会会需要什么 向右 向下 但是向右向下的话呢 这个上面不用改 可是LEN这边 的D1可能要改 那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今天一定是固定什么 固定在第一列 因为你会发现 我要一定是根据 它的上面栏位名称的长度 来判断说 我应该要切几个字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我如果向右的时候 那D要变成E E要变成F 这个要固定 所以D的前面不能锁 可是如果我向下填满的时候呢 E不能变2 2不能 永远一定要在第一列 那我应该锁哪一个位置呢 对 就是这样子 完成了 这样子我想应该是最简单 因为我想了很多种方法 用replace 用fine 用什么一堆一堆 后来发现 这样子最快 而且这边有个偷刺步啦 以后如果你用切的 后面全部要的话 反正就给一个比较大的数字 好 按个确定哦 好 向右 向下 全部切完了 那切完之后你可以 再选举这四栏 再点它两项 这样就马上又 恢复成你要的样子了 好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第一阶段 就是用index来做哦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分成 一先用colour跟roll 产生我要的位置 再用index把资料抓过来 抓过来之后再用mid呢 加ln 帮我把资料 栏位名字切掉 不要 那这部分当然呢 我做完之后 请各位 变化题 用什么呢 in direct 如果我不用index 刚刚是用index 上礼拜有学过啦 用index 请你做做看 另外 还是有个变化题 再来等一下讲 一定会有个vba啦 如果用vba按个按钮 自动全部完成 可是要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些其实我是觉得都是 觉得工作上如果你都会这些 可以 尽量的很 顺畅的可以把一些你需要的结果给变出来的话啦 我相信你后面要做报表啊 或者做一些图啦 应该就会非常的愉快 等于是感觉好像要什么有什么 对不对 就是左右逢源 真的想到什么 哎 这两下就好了 资料就全部都已经完成了 这感觉应该会很棒啦 不过前提就是你要能够善用 每一种工具 那大家没有标准答案 我给各位的是尽量 我整理我想到 应该是最简便的方法 请各位试一下 我看不过来的 我看不过来的 我看不过来的